又到年尾了 在過去一年大家過得怎樣 又是時候跟大家回顧一下 一些風水算命師傅 對於2022年的一些香港運程的預測 看看他們準還是不準 我就在網上接錄了一些片段 可能是比較片面的 大家就要留意 首先第一位就是陳天恩居士 他就是車工廟的一位解簽員 他就預測了關於疫情 以及香港官員的一些情況 在今年來說 那個疫情是收不到科的 還未完得到 未的 會否說什麼時候有機會有曙光 即是說真的疫情 要起碼去到最快 那個疫情世界那方面來講 最快都要明年 是 是怎樣推算 是跟疫苗有關還是怎樣 是跟那個怎樣推算 可以說一句 是世界那個運程去推算 因為明年就行九運圖 今年是八運圖尾 即是換句說話 在九運開始 才會那個疫情會好轉回的 明年年頭到 明年去到大約在三四月左右 即如果市民上去旅行 看來都會 後年 後年 後年可以的 即不是迎年 明年未得住 明年雖然是疫情降溫了 但是都 會不會這麼快可以出得到去呢 未必的 後年就安全 會不會說其實不為了病毒消失 而是說全世界都與病毒共存 變成一種天氣病之類 現在來講 我們可以說一句 全世界都與病毒共存的了 希望那個病毒 遠離我們 那個天氣那方面 不要變幻莫測 因為隨著天氣的變幻來講 那個疫情是會再度蓬勃的 你覺得與病毒共存 全世界這個行的方式是行得對嗎 當然不對 但如果長期封鎖 對他們的經濟 那些事實 應該與病毒共存的來講 可以說一句 就遲早又回來 但如果他的症狀 他不會太嚴重 那會變了 一定會再嚴重 各位放長雙眼看看 那即是說大陸的疫情 會不會再次有一個大問題 會大陸的疫情來講 我相信 會在今年的來講 和明年 我怕在北面那裡再來 這個是 今年因為五王居中 三殺在北 所以不利不方 接著他也有預測了關於香港的特首 明年來講 就是九運開始 應該是利藍多於利類 希望藍的 一位有經驗的人出來 作為特首 比較好些 控制整個香港 將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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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經濟 帶回上去 即是說藍的當選 會不會大一點 是 但是這位藍是哪位 我不知道 那 希望 有一位 真真正正有經驗的出來 但會不會 哪位上都 比較難做 就是現在 是難做 但是 有一位有經驗的 他可以 一路 一路 帶領所有人 一路 辛苦都去 都去調整 來講 就比較好些 第二位就是麥寧寧師傅 他也是從疫情方面去預測 現在老虎連 香港人的健康運 又是怎樣呢? 似乎是好消息 為什麼呢? 每年都有大病症 和小病症 那五個黃這個病症 在任人年老虎連 就入了精工 我們叫病症入囚 就是入了囚勞 入了監獄 那就是困住了病症 那困住了病症 會是由性轉衰 原則上 在年份裡面 似乎我們想到的方法 又或者疫情 是得到一些解決的 但是又不是完全一個 很開心的消息 因為為什麼呢? 原來逢是人生自害的年 即是老虎年、猴年、蛇年、豬年 在我們來講 都有特性 這些年份 就叫逆馬年 逆馬年 是很容易有大型的交通意外 所以我們除了疫情之外 其實都很怕 今年有些航空的事故 交通的事故 尤其是大型的交通網絡系統 出錯 而導致一些意外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要出門 是要非常小心的 那有沒有哪幾個月份要特別注意呢? 我們擔心的就是 譬如正月 然後農曆的七月 因為是非常非常傷瘡的 通常農曆七月交通的事情 特別要小心 為什麼呢? 因為上半年和下半年的交界 好像鹹淡水一樣 所以你看回 很多時候一些大型的交通 都是農曆七月發生的 另外農曆的十月 都是要提防一下的 第三位就是蘇文豐師傅 他就預測了香港的股市和樓市 按正常估計 今年是先跌後升 賺錢機會應該大了吧 你先跌後升的意思 我密密入貨入貨入貨 我等他升 我最多時間不對 你五月升也好 八月升也好 十月升也好 我起碼先吃虎 所以今年容易賺錢機會比較大 雖然現在是過了一個月而已 我也開始有點名利不共 不像不可以去年那麼超值 一個年賺了十幾二十個分量 現在是賺了一點 那你希望他真的維持先跌後升 又現在密密入貨 那不跌也好 在這個位置 那你後面是升的 那你後面就有機會咬上去 我不要貪心 二萬六也能賺到兩千點 虎妮我們看看 剛才你說的 木了 是呀 金木是最好的 金木是甚麼行業 很多啊 我都不認識的 我現在上網要做功課 紫章、林業、農業、家私、藥材、布業 我連布都想買 布即是甚麼 就是那些三角鞋脈的選擇 針職 做布的那些廠 那些很少選擇 很多啊 你最出名的就是新洲國際 對 對 那些升得那麼多 我就不買 那我就去買紙葉 紙 紙 紙都是木 總之所有樹木做出來的東西 哦 傢伙我不懂 中藥它突然間又升 是呀 但我們升的時候還沒住苦年 不是 1月開始入 我現在每年1月1日開始計算 真的嗎 是呀 因為它有時候的氣會比較早 所以現在每年入 我計算都是31號又節數 一號就計算 所以一號之後就全部買 買木的那些固件 那我們要避開的是甚麼呢 金 金就看最久跌了 由第一跌到細跌 就是第四跌到最後 是的 如果你問我 你想買金的 就明顯去買 跌的時候就買 那些買金不是買金股 就是買實質的金 那些人想買實金 是假的那些 是呀是呀 如果你買金股 你就怕它跌 如果你買金它跌了 你便會去儲金 因為有時候那些人 真的怕到儲金粒都有 是呀是呀 就是金屬 可能金銀和石的股 是呀 沒錯 貴價 所有貴價金屬都是 那虛擬貨幣算不算是金屬 我們常常覺得它是 一定不是金屬 它不是印錢出來的 對 虛擬貨幣 一是當科目股體 就當火 一是當牛活動東西 就當水 那就是第二第三號 對呀 它當火或者水機會大 但是水剛才排第一 火排第二 那今天跌了一級 那16到21是活躍的 21就是最頂 22到27就不是很活躍 所以如果你想買樓 你就22到27 看什麼位置 你覺得舒服就可以買了 那變成你買的時候 又不用去搶 又不用去追 那變成選擇 又有機會比較多 第四位就是李承澤師傅 他在各方面都有預測下關於香港 但是看回樓市本身 我想股市和樓市其實波動未必很大 但是每逢苦連一些交通問題 大家真的要留意多些 一些譬如交通的堵塞 一些交通的意外 可能都會比較多 我想疫情之後交通繁忙 回復正常 但是大家應接和交通的問題 會比較壓力大的 希望大家都想去旅行 但是不要一波風 慢慢看回情況 穩定些 才再去旅行開心 但是我想整體上面 苦連都是春天的時候 經濟和股市的波動會大些 那秋天其實會比較優勝些 那看看可不可以幫到你分析 不過整體上面 其實苦連都是要捱下的 但是起碼我們能夠出門出來多些 應該心境上是開心些 其實香港人在老苦連 會不會財政高照呢 今年叫任人年 任就是天干的水 人就是代表地質的虎 任騎虎輩 老虎在水裏 原來是不會咬其他動物的 所以這個是溫和的老虎 還有看回五行歸位 整體上面 五行金是有所缺乏的 金就代表金融 或者代表錢財方面 就或者會有波動性 如果能夠把握到這個波幅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是今年有所收過 第五名就是李居明師傅 他就預測了香港的一些樓市和股市 其實老虎連叫任人年 在我們術家裏面 那個人字會衍生了很多叫無島 無島就是代表地產 所以代表地產 基本上特別是香港地產 都會站得很平穩 不過分兩種 一種如果是新樓的話 會微升 大概5-10% 如果是二手的樓 或是三手的樓 那就可能會陪些 甚至可能大家買的時間 要小心些 要合資的時候小心些 我又想知道 你知道有時候我都玩股票嗎 對 這個老虎連股票的情況又怎樣 我也想知道 對 因為這一年叫任人的任劍 代表是股票 叫任水 他出頭的意思 就是全年的股票很輕旺 很輕旺的時間 但有三個陷阱 就是三個波動期 就是西日的2月 6月和10月 10月 記得嗎 2、6、10 這三個月在我們術家裏面 第一個叫人月 第二個叫五月 第三個叫蜀月 這三個密碼都會衍生了很多火和土 制衡了水 所以造成股票就會波動 所以大家特別留意 西日2月4日到3月5日 6月6日到7月6日 和10月8日到11月8日 這三段時間 都是我們術家認為 在股票市場上 大家投資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一些 第六位就是陳定邦師傅 他從疫情方面 都有金融方面的預測 甚至有提到虛擬貨幣 最多人想知道的 就是這個疫情 究竟今年會不會好呢 我可以回答你 就是這個疫情 我覺得我見解 它不會完全走的 就是這個病菌 就是這個病菌 其實我覺得 應該會長年累 也是在 但將來會變成感冒 好像感冒一樣 但在疫苗方面 我覺得今年 2022年 會有一個大的突破 為什麼呢 天良性其實是代表任性 互任的那個任 亦是代表解決問題 很多時候就是天良性 尤其是代表古代 就是代表中醫 就是代表中醫 就是醫藥那方面 亦是代表壽命 長壽 老人家 醫藥 亦是代表教學 所以我覺得這幾件事 是會有一點輕往的 所以我覺得在醫療上 今年 如無意外 應該在 就算不是我們現在的 COVID-19這個疫情 的疫苗 也可能是某方面 醫學上的突破 也不足為奇 可能是無端端 你有沒有看到幾年 今年發掘了一個新的方法 去醫治這個肺炎 可能是一個新的方法 去醫治什麼癌症 我不知道 總之可能有些新的 醫學上的突破 金融體系 應該會出現少許問題 可能不是少許 可能是出現一些 大大的問題 我覺得今年 是會怎樣去演變呢 尤其是香港 我覺得頭半年 應該都有混亂一點點 我想去到大概 九月左右 九月左右 應該會有些轉變 OK 有些轉變 最要小心就是 農曆四至八月 這段期間 即是全世界都是 農曆四至八月 我覺得這個期間 應該就是 世界上一些 金融體系 會有些大的變動波動 即是說波動 所以如果 尤其是股票 甚至虛擬貨幣 那些 大家要小心一點 本人我都有介紹過 就是虛擬貨幣 我覺得在頭幾個月 我覺得還是OK 但我相信 在農曆三四月 這個月份 尤其是一年中 那些時間 我覺得大家要 記得的 第七位 就是楊天命師傅 從疫情方面 有提到 Omicron 也有提到 香港管治人的運程 這個世界突然間 很多Omicron 出現 我在本今年的運程 贏 我就在追加 我在追掛 為什麼 我本書 這麼適 又未寫 又未出 我是追掛 出了Omicron 那些人很擔心 會不會很嚴重 這個世界會不會死很多人 其實我預約了 Omicron 對這個世界的影響 結果是刺 那條文是刺 所以我一點都不擔心 我就說 縱使傳染力很厲害的話 傷亡的東西 跟以前相比 是相差的 你有看好 所以我會知道 是 也是 現在我可以形容 這個疫情 其實就是 在外面的國家 就好像放煙花的尾聲 放煙花的尾聲 大結局的話 就是 哇 最高潮 最高潮的一刻 最爆到最痕的一刻 之後就開始活平靜 所以 後來越霸得越快 之後 之後 平靜得來就會越快 我們 公關的就是 香港有沒有運呢 香港是沒有運的 沒有運的 沒有運 不是人民沒有運 是管治者沒有運 管治者沒有運的話 就變成了什麼 如果管治者 很想幫助香港人的話 管治者沒有運的話 那就是幫助香港人 都幫助 但是管治者要控制人民的話 或者要控制人民 管治者沒有運的話 他就教了 控制到人民了 即是說人民 較容易鬆了一口氣 或者人民較容易有反共的聲音 較多反共的聲音 不理解政府所做的事情 就是這樣 第八位就是權朗師傅 他又從疫情方面 和香港各項各業的預測 現在 2022年 人員是一個非常嚴峻的一年 並且新型肺炎還會再度變腫 所以大家都要特別小心 並且這個變腫之後 它會產生一個新的病毒 這個病毒 即便是打了疫苗 或者是吃了疫苗的口服液 新型肺炎 在2022年還是難以控制住 因為它會再變腫 變腫的速度實在太快 所以它會再變腫的病毒 的傳播性和傳染力 比之前的病毒還要更嚴重 還要更厲害 大家在2022年的時候 走到任何一個地方 都還是要小心 注意自己的安全問題 通關是每個人的希望想的事情 可是在2022年 香港通關還是一個夢想 很難在2022年 達到通關的這麼一個局面 並且很高的 高峰的疫情還會出現 在殘餘方面 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重創的行業 旅遊業人員是十分的嚴峻的 而且民售業也並不太景氣 餐館行業 飲食業人員也是比較辛苦 甚至經營艱難的一年 在2022年整體的經濟來說 很多行業都會面臨著更大的考驗 相當一部分朋友 經歷了幾年的疫情的影響之下 面臨在2022年很多公司 會要出現人員解雇的現象 小部分的朋友 要特別的請過這個難關 有一部分朋友 在經營困難的狀況之下 會出現結業的局面 公司倒閉的現象 會有出現 實驗率也會再度的一度提升 所以在2022年的經濟狀況之中 並不是太好大家要特別的小心 在過去一年 香港甚至世界各地 仍然受這個疫情影響 希望在下一年 能夠隨罩相見 祝大家身體健康 新年快樂